这就是四哥连日不安的原因 暂且不说皇阿玛是否如德妃娘娘所言 认为小薇是我们俩的隐患 就算是 四哥也不该动如此念头 我知道我不应该用小薇的死来换取帝威 可此举也是实属无奈啊 皇阿玛驾崩多日 若我不能名正言顺地登机 一场夺位之战 怕是难以避免了 是 我能理解你的立场 但我绝对不能理解你的做法 四哥 四哥 为了帮你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唯独小薇 绝对不行 罢了 今日之事 终究是我的错 我不奢求你和小薇 能够原谅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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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起了杀心 我们先不管这些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 中了别人的圈套 是啊 我们最近的确太被动了 是时候重掌主动权了 你今日怎么知道我会出事 是明慧告诉我的 又是她 到底要怎样才能揭开她的真面 对了 我今日去乾清宫 在华阿玛长塌暗处 发现一个血纸叶 也许 这就是解开谜句的关键 纸叶 今日 多亏了娘娘了 娘娘递茶室 借机下毒 毒量不大 但足够折磨她了 也不知道 那十三附近 现在如何了 本宫一生荣华骄傲 不成想 却用了这样的手段 娘娘向来尊贵 不曾也不屑接触这事 可人间往往都是弱肉强食 在这紫禁城里 唯有更深 这诡诀多变的微局 一切都在一念之间 娘娘若是心软 便是满盘皆疏 唯有最后的圣者 才有资格说怜悯 说得对 本宫 思虑太多了 娘娘 待时机成熟 就将四爷篡改遗诏之事 公布于天下 让假的 彻底变成真的 那样 四爷便尽失人心 届时 家之与硬体礼仪外合 必然一举夺下皇位 到时候 娘娘您 依旧会稳坐着后宫最高位 但愿如此 太医 如何 回十三爷 福建所重之毒 并非无药可解 只是解药配之 这过程极为复杂 需待微臣回去调试解药 不可贸然配之 才可万无一失啊 大概需要多句话 微臣 不敢保证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劳了 许湘 宋太医 爷 福建 这是刚刚柱儿从宫里送过来的 谁送的 听说 是荣品娘娘 纳兰荣月 她一定没安什么好心 说不定又想借机害福建 给我 我去扔了她 七香 纳兰荣月以前虽说是小掌把握 但最近收敛了很多 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能相信 你打开看看 是药 是药 事到如今 太医 帮我看一下 是 回十三爷 这确是解药啊 儿媳恭请额娘继安 起来吧 赐座 谢额娘 印提最近怎么样啊 她人都回来了 可是我连她的半点影子都没见着 虽不该说此话惹额娘伤心 但是 印提心中一直惦记着先帝 寄时难安 从比战场上回来 要更加消瘦了 所以并未进宫 这孩子 真是一点都不让本宫省心 额娘 儿媳想斗胆尽言 怎么了 近日 宫中流言四起 都说四爷残酷冷血 说是他对先帝痛下毒手的 一派胡言 对 儿媳自知 谣言不能作数 但是为了印提 儿媳不得不宁可信其友啊 倘若四爷真的登基了 以他独断残酷的手段 如今和他作对的印提 会有何种下场 可想而知啊 额娘 你要帮帮印提啊 就算是我想帮印提 可我也是一筹莫展啊 儿媳自知 额娘难以抉择 但如果四爷真的做了 大逆不道之事 还能登基的话 那印提何起无辜啊 罢了罢了 额娘不怪你 额娘知道你是为印提好 在这种评论 以为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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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